亲爱的同工大家平安 大家晚安早安 感谢主我们正在看 几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我们看完第15、16章 分别讲到基督教为何能够在罗马帝国迅速的发展 并且基督教的兴起 是不是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终于离开了15、16章 我们要来看第17、18章 这两章都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罗马皇帝 就是康斯坦丁大帝 我相信我们大致上可以讲 有三位罗马的皇帝都是与我们基督徒有很密切关系 第一位就是出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亚古士都 在历史上面我们叫他乌大维 他是一手将罗马共和国带进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凯撒大帝 他的父亲是朱利亚凯撒被刺杀在罗马元老院的阶梯上面 他为父报仇啊 他是领养子 他是孤儿 但是他为父报仇 就开展了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很伟大的图画 他也创造了所谓罗马和平 一个大圣的时期 第二位就是我们提过的 但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仔细的去介绍啊 就是朱利亚凯撒 就是欧大维的父亲 而在莎士比亚戏剧当中 有描写到这位朱利亚凯撒大帝 那我们并没有很多时间仔细的去讨论 但是在一般的英国人的写的历史当中 朱利亚凯撒是具有很图特的地位 在中文来讲 我们一般讲的凯撒大帝 通常是指到朱利亚凯撒 第三位就是与我们基督教息相关的 就是康斯坦丁大帝 康斯坦丁大帝有三个年份 我们经常提及 第一就是公元312年 他在战争当中 这个战争是很有名的一个战争 就是在罗马城外的米尔维安大桥 Murphian Bridge 他看见一个十字架的绘号 这个十字架的绘号 有时候就被称为了是一个Kai Rho 因为它就是有一个 一个有两个罗马数字 有两个罗马字母所组成的 一个就是CHI Kai 就好像是一个X型的 Rho就是好像英文这个P这个样子的 简单来讲这个符号的意思 就是基督是平安 那这个是后来成为了基督教的一个 绘号 那在312年的康斯坦丁 在梅尔维安大桥战争当中 见到这一个符号 就成为他的新旗 就带领他去打胜了这一个战争 跟着第二个年份 我们要知道的是公元325年 康斯坦丁大帝在现今的土耳其 所有这些的东罗马帝国 都是在现在土耳其一带 的尼西亚这个城里面 就召开了尼西亚会议 公元325年 那这一个就成为了基督教第一个信条 这个第一个信条是解决了 整个基督论的辩争 而这个基督论当时最大的对手 就是我们后世称为的亚流主义 或者有时候叫做亚利乌主义 那亚流主义是否定基督的神性 那在公元325年 在尼西亚这个城 从5月到8月 就召开了尼西亚大公会议 参加者据估计 大概有250到300位的主教 分别就是来自欧亚非三大洲 就被称为大公教会的会议 从这一个传统开始 也是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 基督教的大公会议 一定是有欧亚非三个州的主教来参与 才能够叫做大公会议 所以为什么到了1054年 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后 严格来讲就不能够再有大公会议了 到了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之后 更加不可能有大公会议 而大公会议最重要的是 是要剔造基督教的信条 信经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当东西方教会分裂 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之后 基督教也再不能够来制定信经了 而这个康斯坦丁大帝 他是生于272年 死于337年 所以他的去世 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而记住啊 康斯坦丁大帝之后 就开始出现 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教父了 就是奥古斯丁 他是354年 出生于北非的 哈加斯特城 等于430年 也是死于北非的西波城 354到430 所以在康斯坦丁去世之后 大概 大概是 大概是 大概是15年 15年左右 就 14 15年 奥古斯丁就出生了 而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 我们看见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历史 开始彼此重叠 那 其实第 第17章 并不算是讲到 康斯坦丁的生平 第18章 我们下次要看的 是讲到 康斯坦丁其人 他的家庭 和他的去世 而这个更重要 这个才是讲到 康斯坦丁的生平 第17章 主要讲的是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 是讲这一个城 君士坦丁堡 不过我在这里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君士坦丁 或者康斯坦丁的生平 就 康斯坦丁 他本人 是 贵俗 但并不是有 皇族的血统 他的父亲 是 很著名的 将军 他的母亲 就只是 一个普通人 并不是贵俗 所以呢 他 康斯坦丁呢 是 他的母亲 和他父亲的私生子 但是呢 基本呢 就对这个讲法 是有怀疑的 那 康斯坦丁 他是 因为出生是贵俗了 所以呢 他与父亲一起 但他们的时间不长 后来呢 他就被 任命为 他被 当时候 罗马 西罗马的 奥古斯都 马克 希米安 任命为凯撒 那你记住 当时候叫做 四皇共资 所以呢 每个 西罗马 和东罗马 分别 都有 罗马的皇帝来服役 跟着戴克里仙跟马克西米安 两个都退位 当时候康斯坦丁堡是在英国 当时候叫布列甸 Britannia 他就马上被升为 当时候他的父亲被升为奥古斯都 跟着306年 康斯坦丁提务士一世去世 当时候他在英国 他说他的部队就在英国 现在的约克斯 就勇力康斯坦丁 作为罗马西部的奥古斯都 所以这个是他的出生 但是他后来 他出兵控制了布列甸 跟高鲁一带的地区 后来军事坦丁就接受了 加里利乌斯的任命 就改称他是西部罗马帝国的凯撒 所以他本来可以做奥古斯都的 跟着他却自我仰卫 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治的做法 代克里先 这个皇帝他是逼迫基督徒 我们上次用了很多时间讨论 跟着他的继承人 就有四位的奥古斯都 在这里就有一位很有名的 叫李协林 这个好像中国人的名字 他的英文名叫 Gavus Valenius Licinius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是与 康斯坦丁一同发表 米兰御令来保护基督教的 所以李协林 也是最后一位能够挑战 康斯坦丁的将军 后来他最后也是在 最后还是在战场上面 被康斯坦丁所打败 而战死 至于是康斯坦丁就独揽大权 所以在康斯坦丁在312年 就在著名的罗马的台博河上 这个米尔维安大桥上面 他见到一个从天空来的意象 于是他就以那个辉号 这个Kairo 这个一个X还有一个P这个辉号 来X或者一个R的辉号 来击败了马克森提务士 跟着他就与 这个Licinius 李瑟琳合作了 于是两个人就瓜分了罗马帝国 但在313年他们就瓜分了罗马帝国 但是仍然最后再过了十年 在324年康斯坦丁就击败了Licinius 李瑟琳 并且他的太太还求情 最后军事坦丁还是将他的对手 李瑟琳来搅死 他就独揽大权 他就取消了戴克里先 所设定的四地共治制了 就再没有所谓东西罗马 分别有两个奥古斯都 下面有两个凯撒 就没有了 于是他就在那时候 他有三个儿子 他都任命他们为凯撒 于是有军事坦丁二次 统治西班牙高卢 就是今天的法国一带 和布列甸 就是今天的英国一带 跟着呢 他的第二个儿子 军事坦提务斯二次 就统治非洲和埃及 再有一个儿子 军事坦丁一次 就统治意大利和加太极 所以呢 军事坦丁 对不起啊 他自己军事坦丁一世 对不起我讲错 他军事坦丁一世呢 他就自己统治意大利和加太极 所以他基本上是 他基本上是用了 戴克里先的做法 就分之在他一个独一的王权下面 分至欧亚非三个区 跟着呢 就是在325年 他召开利西亚大公会议 同时间他开始建立 所以他就将拜占庭这个字 改名为军事坦丁堡 就变成了今天的土耳其的首都 伊斯坦堡 一直到公元330年就建好了 于是我们今天呢 就要看到底呢 这一个叫做第二个罗马 他的建成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这一章第17章很长啊 有30多页 他主要介绍的就是 康斯坦丁堡 康斯坦丁一世他所用的策略 其实呢 就有一点就很像戴克里先一样 戴克里先在土耳其一带 建的一个城市 现在是完全放会的了 叫尼克米迪亚 尼克米迪亚 尼克米迪亚 就是被戴克里先选为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但是 军事坦丁呢 他就选了 军事坦丁堡 作为东罗马的首都 而这个 你看地图来讲啊 军事坦丁堡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 他最有名的就是他有一个海峡 叫做波斯普鲁斯海峡 在今天的地图上面你都可以看见了 是一个很 很显要的海峡 它是连接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黑海 连接了黑海和地中海的这个通道 但是这个中间呢 这个黑海和地中海 叫爱琴海中间呢 还有一个内海 叫做 叫做Sea of Marmara 中文叫做 马尔马拉海 叫马尔马拉海呢 你要将地图放大 你是可以看得见的 所以呢 这个黑海 和这个马尔马拉海之间 那个小的通道 就是 在历史上呢 就称它为呢 是叫做 波斯普鲁斯海峡 那我可以看看 可不可以放这个地图出来啊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地图 你就有一个印象 所以呢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 从黑海到地中海的一个海峡 但是 今天来讲呢 我们仍然呢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的 就是其实 这一个康斯坦丁堡 和他的海峡呢 真的已经不再是这么重要 甚至连基本都说呢 其实在整个历史的发展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 其实很快的 康斯坦丁堡 虽然曾经是 罗马帝国的首都 但是仍然呢 它的重要性呢 是次于 罗马 巴黎 和伦敦 好了 那这个就是黑海了 那跟着呢 他出来的 这个就是 他出来的就是 这个叫做 马尔马拉海 跟着呢 他在 在过来的 就是 到了 这个 Agency 爱情海 就是地中海 就是地中海 那黑海 今天只能够说是对于俄罗斯啊 这些 还有东欧的国家重要 但是坦白来讲呢 已经 完全没有任何 商业和战争的价值 整个 整个 甚至地中海 后来呢 也不再是 一个重要的 呃 贸易区了 自从发现了 大西洋 和太平洋 特别大西洋 经过非洲的 好旺角 跟着 就到了 印度洋 印度洋 穿过印度洋 都 就到了 东南亚 马来西亚 印尼 这些的国家 于是呢 整个世界的 贸易 就进入了 这种叫做 全球化 全的全球化 因此呢 当时候的 康斯坦丁堡 是被 形容为 第二罗马 但是很快的 它的价值 也慢慢的 是衰弱 所以这个就是 罗马帝国衰亡时 这个发展 那 说到了 这个 这个 军斯坦丁堡啊 它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所在的 这个地区啊 就好像是一个 他们说是一个 金的 牛角 一个 Golden Horn 一个金的 牛角 一个三角形 但是呢 仍然呢 它当时是个 很重要的港口 但仍然呢 很快的 就 并不是 明时相符了 那 在地理学家 曾经是 用很精准的 地理考察 来定这个 著名的海峡 是 长度是60英里 一般的宽度 是3英里 而 在这里呢 就 很多 的 古代的 希腊 还有 欧洲一带的 诗人 都曾经在 这一个 流进 爱琴海的 日口里面 在那里 写过很多 美丽的诗歌 称颂这个 伟大的 城市 那 在整个 发展的过程 里面呢 君士坦丁堡的 的 新建呢 是 康斯坦丁用了 大量的 金钱 并且 尝试将到 当时候 罗马帝国 在希腊和 欧洲 所有的 这些 古籍 珍宝都运到 康斯坦丁堡 有一个 当时候 很多历史学家 来计算 这个 君士坦丁堡 算它的 长度 和面积 是个宽阔的 地方 但是呢 没有人能够说 它不配 作为一个帝国的都城 但是 君士坦丁堡呢 却仍然 屈居于巴比伦 提比斯 伦敦 甚至巴黎 之下 但是 君士坦丁是 立志 要 将到 君士坦丁堡 建为整个 罗马世界 最光辉的城市 他用了 他用了大量的费用 他用了大量的费用 还有将 附近的森林 还有很多小岛上面的 白色的石矿 都 采来 建造 还有 将整个希腊和亚洲城市 最宝贵的珍宝 都洗劫一空 当时候他们统计 在君士坦丁堡里面 有一座 学校 一个竞技场 两个局场 八个公共浴场 153个私人浴墙 52条 柱廊 五座 孤窗 八条 水库 四座 元老院 和发庭的大厅 十四座教堂 十四座宫殿 还有四千三百八座 豪宅 那 这个是一个相当雄伟的城市 并且呢 很多住在罗马的官员 都不肯搬到康斯坦丁堡 那这个很像呢 现在呢 很多的 亚洲的国家呢 也是要搬首都 那这个旧的首都的人 都不愿意搬去 于是呢 康斯坦丁堡就 康斯坦丁大帝呢 就用 各种的优惠 要将这些的 政治人物 主要的官员 都搬到 军事坦丁堡 他希望 军事坦丁堡就在 几年之内建好了 跟着几个月之内 他们就完成了一个 军事坦丁堡的 洛城的典礼 被称为第二罗马 然后在这个新的城市里面呢 就开始了很多新的官位了 当时候呢 他们就将到 康斯坦丁堡里面的官员分为三类 第一叫做杰出者 第二叫德高望重的 众望所归者 第三 没有办法翻译啊 叫做 就是了很尊贵的国下 那这个呢 就是当时候的 这个新的首都的权力分配了 那并且呢 还讲到了 当时候他们 这个新的首都 这三类的人呢 就是成为了最新的贵族 那 在 330或者330年的 这个城市的 一个 洛城典礼之后啊 就有 就开始设立政权了 跟说有不同的官位 而也马上产生了很多 腐败 这三类的人呢 这illustrious 就是很尊贵的 跟说respectable 是众望所归的 第三呢 的charism 就是今天所讲的honorable 这三类的人 那 他说 这些 的 官员 都是成为了 新政府的 权力的分配 但是呢 仍然呢 他们 还是保留了 以前的称呼 就是有 呃 室内的人 呃 是以前的 官位 第一 就是叫做 执政官 英文叫 the council 这个执政官 和贵族 啊 the council 第二呢 就是我们提过的 禁卫军 的卫队长 啊 就是prectorian 就是禁卫军 啊 他们的 队长 叫做prefect 啊 以前我们在香港的中学呢 有 有 风起队员呢 就是专门帮助老师去抓 还皮的学生呢 英文叫做prefect 或者叫抖茶队啊 所以呢 这个prectorian 就是这个禁卫军 第三 就是有 这个 呃 骑兵 和步兵的总司令 就是这些 军官的 这些将军的 general啊 那他们就负责骑兵 和步兵 最后呢 有七位的大臣 负责公中的行政 啊 那这些都是 整个 啊 在 康斯坦丁堡 从罗马 扶持过来的 这个 政治的制度 但是 不管是怎么样 仍然 他们面对的是 很多的贪污 而这个 最严重的是 早期的 凯撒 都经常是被 禁卫军 所绑架 甚至刺杀的 但后来的 罗马 皇帝都 尽可能将 禁卫军的 军权拿走 所以到了 康斯坦丁 也是一样了 禁卫军的 队长的 权柄 完全被 剥夺 剥夺 没有 他们没有办法来 呃 队长呢 没有办法控制 罗马帝国 呃 呃 于是呢 整个 罗马帝国 到了 康斯坦丁 就 避免了 很多 早期的 这个 呃 政变和 兵变的 危机 这个 可以说呢 是东西 两个 首都 设立的 一个 好处 呃 那 呃 下面 就 讲到 最后呢 呃 他们还设立了 一些的 呃 特别的 学校 好像 有一个 在 菲利基 海滨的 贝里 吐斯 学校 这些学校呢 就是 一直训练 很多行政官 毕业生呢 都派到 整个罗马帝国 不同的地区 做行政官 来管理 整个罗马帝国 啊 他们都是 法律的人员 啊 那 所以呢 整个 这一章 有一点 沉闷啊 不过他基本上 就是讲到了 呃 这个 军事坦丁 如何建立 一个 东罗马的 首都 不过最后一段 是相当有趣的 讲到警察国家的 开端 这里呢 是提到了 当时罗马呢 总共有两三百名的 一战员 这些一战呢 就好像以前中国啊 是 飞马 或者飞 格 传输啊 于是呢 他们就 呃 呃 后来还增加到 一万人 呃 这一些人呢 因为他们控制了 世界各地 罗马帝国 世界各地来的 通信 他们就 产生了一个 既得的利益集团 呃 才能够将到 很多不同地区的 新的消息 传到首都 但因为这样子呢 这些一战呢 就成为了 极大欺骗性 还有最危险的 五罗马司法界的 贪污所在的地方 呃 所以呢 在那时候呢 就 很多 罗马帝国开始呢 就出现很多 内在的危机 所以最后他说到了 任何一个 一位死高气扬 或者整天 随头爽气的民族 都不大可能 对自己实际的触景 做出正确的估计 君士坦丁堡的 成名啊 不可能觉察到 人的才智和高尚秉德 已经日吹堕落 使他们失去了 他们对前辈 所具有的专业 他们 感受到 他们痛恨暴政 但是他们 几率松弛 而且不断 每天 日益增多的赋税 这些都产生了 很多 罗马帝国的 衰亡的原因 转讯之间呢 罗马帝国的伟大 他失去的基础 野蛮人入侵的 巨大风暴 如今是被阻挡在 边境的地区 于是呢 整个地球上 相当大部分的居民呢 仍然是在培育着 艺术和文学 享受着高雅的社交生活 但他们却不知道了 罗马的军事和司法制度 就 其实呢 是 还有宗教 哲学 对人权的保护着用了 这些已经 不再成为 固定的常态了 罗马人呢 他们没有体觉到 其实他们所统治的 并不是一个 帝国 他们所统治的 并不是一国的奴隶 或者野蛮人 所以整个 在 康斯坦丁 军事坦丁大帝来讲呢 罗马帝国是个 很辉煌的时期 但是 冰封三车 非一日之寒 罗马帝国的 危机也越来越 也越来越明显 好 这个是第十七章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 的 便更省一日词 觉得 去 小 这个 炅鸾 终